现在流行网络约会,很多年轻人通过手机程序寻找恋人 但是这种交易方式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很有可能完全不了解对方 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 前不久有一个28岁的犯罪学博士 深夜取走了四名在睡门中大学生的姓名 当上了新闻之后,一个白人美女才发现 以前自己和这个杀人犯约过会 当时两人在某个约的软件上配对之后 仅仅聊天一个多小时就决定见面 一起吃饭和看电影 当时两人都是心理学学生 在看完电影之后 当车子回到学生宿舍时 这个杀人犯突然强烈要求一起进入学生宿舍 再看一部电影 然后在看电影的时候动手动脚 当时引起了美女的反感 并假装O2逼走了杀人犯 也许这就是她的幸运吧 我想说的是 现代社会的确利用高科技 帮助大家能够更快的相互了解 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健康和安全 如果这些程序能够更多的帮助大家 识别一些关键信息就好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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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